她曾与张仪宁、王楠一同被称为三大女皇 更是是中国女拼的领军人物 然而 16岁就拿到奥运冠军的她 却在最巅峰的时候惨遭对礼的开除 进而转身投入到了金融行业 再次震惊重人 不少人好奇 时隔多年如今的她过得怎样了 2014年 一个震惊整个拼弹的消息 让无数球迷感到不可思议 所有人都没想到 正值巅峰时期已经无人能及的郭月 竟遭到了国家队开除 此消息一出 外界对她被开除一事 众说纷纭 十分惋惜这个在赛场上抛头颅 洒热血的假小子 甚至不少人怒劈国平队 一时间争议肆虐 可殊不知 其中竟然与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88年 郭月出生在辽宁安山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中 小时候的郭月身体不好 总时不时的生病 为了让她练就健康身体 父母也是煞费苦心 由于身体的原因 不能支撑她强度太大的体育项目 于是父母就给她选择了相对简单的乒乓球 起初只是单纯的想让她锻炼一下 谁知道却直接给国家培养了一个世界冠军 刚踏入乒乓球界的郭月 就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天赋 1998年的时候 她评级自己独特的囚风被省队选中 那时的郭月也才仅10岁而已 次年她便拿下了全国性比赛的冠军 以及洲际比赛冠军 这一下子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孩 变成了被国家队抢着要的天才 才11岁就成为了国家二队最年轻的国手 在国家队以来 她参加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比赛 更是在04年仅16岁的时候 就成为了乒乓球界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进而让她名声雀起 不少人都看出了这个小江有着非凡的潜力 就连大魔王张仪宁也被虐得体无完肤 成为了她的手下败江 虽然郭月的实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她也成为了让国家队教练最头疼的存在 郭月最开始进入国家队的恩师名叫古镇江 可以说是她一手造就了郭月 但也是她成为了郭月被开除的导火索 由于郭月的起点和天赋过高 便造就了她异常高傲的性格 经常在队里做一些得罪人的事情 次次都在碰国家队纪律的底线 作为教练的古镇江 因为郭月成优异对她的做法也是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来没有在纪律上对她有所约束 这也导致了郭月更加的无法无天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无拘无束的日子终将有结束的一天 在古镇江退出教练行列后 郭月就被施之浩接手 她可并不像古镇江那样 在施之浩眼中没有什么成绩好坏之分 更不允许有人触碰国家队的底线 由于前教练的纵容 导致了郭月在训练上愈发的懒散 尽管施之浩多次地提醒她 郭月也依旧是我行我素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直到再一次加训的时候 私自离队 彻底让施之浩怒火中伤 随即对她的看管愈加严格 不仅常常让她练习到很晚 就算是细微的差错 都能把她骂得狗血淋头 慎言重道 本应该是她的比赛 施之浩竟然让别人去 郭月的乒乓球天赋从小便得到了充分展示 对球的掌控 反应速度和爆发力远超同龄人 仿佛天生就是为赛场而生 加入省队后 郭月的训练量远超其他队员 但她乐在其中 从未抱怨 对她而言 乒乓球不仅是一项运动 更近乎一种信念 推动她不断超越自我 挑战生命的新高 2004年多哈士拼赛标志着郭月人生中的第一个辉煌时刻 当时 她评级出生牛犊般的勇气和永不服输的坚持 成功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为我国乒乓球开创了历史 全世界都在这时铭记了这位年轻的天才 然而 性格决定了命运 这句话在郭月的身上得到了证实 郭月在赛场上面带霸气 敢打敢拼 这种性格使她在面对强敌时毫不胆怯 总是能够激发出惊人的力量 然而 她那过于强势的性格 也为她今后职业生涯中的波折留下了隐患 郭月在职业生涯早期跟随古镇江教练训练 这位教练以个性温和著称 他对这位极具天赋的爱徒特别宠爱 在生活和训练中都给予了精心照料 在古教练的精心教导下 郭月的球技突飞猛进 与此同时 她对教练的依赖性也在逐渐提高 性格中自我一面逐渐展现出来 2005年 施之浩成为女拼主教练 郭月的职业生涯从此发生了转折 施指导因其严厉的军事管理而闻名 对运动员的日常行为规范有着严格的要求 在训练中 他要求队员们必须无条件服从 不允许存在任何质疑和反对声音 这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训练模式 让习惯了自由散漫的郭月感到极度不适 施指导认为 尽管郭月天赋出众 但他的性格过于自我 缺乏团队精神 如果不加以约束 将来很可能会变成更衣室里的定时炸弹 因此 他开始有意培养郭月的性格 在训练中对他要求更为严格 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他的不足 然而 施指导的良苦用心并未被郭月所理解 他将教练的批评视为挑衅 训练态度也开始变得消极 导致师徒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 2008年北京奥运会 郭月在单打比赛中意外失利 未能进入决赛 这次比赛的失利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郭月在奥运会后开始展现出波动的状态 随后接连不断地遭遇伤病 2012年伦敦奥运会 尽管郭月帮助队伍夺得了女团冠军 但在单打比赛中早早被淘汰 这次经历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国家队于2014年初公布了参加士兵赛团体赛的选手名单 令人惊讶的是 郭月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国家队随后正式宣布郭月因伤退养 退出国家队 标志着一代天才少女职业生涯的终结 关于郭月离开的原因 外界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是由于伤病导致其状态下滑 有人认为是他与教练组的矛盾无法调和 还有人猜测是他自身性格上的缺陷最终断送了职业生涯 尽管告别了国家队 郭月并未就此消沉 而是选择了以另一种方式坚守自己的人生梦想 郭月可能从来没想过 会因为自己的任性形势让自己痛失站在赛场上的机会 2014年在国家队宣布成员名单时并没有郭月的名字 那一刻他的身影就彻底在赛场上消失了 对于这个消息 所有人都是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他成绩好 给他开通特权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也有人认为 成绩不是让人放肆的通行灯 没有国家给予机会 他连能拿成绩的资格都没有 但对于被除名真正原因 施之浩和郭月都没有做出回应 无论争议多大 郭月被开除始终是体坛的一大不幸 本以为退出后的郭月会一蹶不振 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能够活得如此潇洒精彩 离开国家队的郭月并没有一蹶不振 而是回到了老家当起了乒乓球教练 在这期间 他将所有的技术转售给了年轻的球员们 可在这过程中 他面对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是印证了施之浩的话 对于郭月来说 自己打好球和教别人怎么把球打好是两码事 在国家队期间 施之浩就曾说过 运动员不是只要打好比赛就可以的 文化跟上去了 思想也能跟上去 由于郭月从小学就钻研到乒乓球上 学习的机会那是少之又少 意识到自己文化程度不够的郭月 开始在闲暇之余用读书来提升自己 别看郭月在乒乓球上是天才 在读书领域更是将自己的天才属性发挥到了极致 拿课本的郭月很快就能够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郭月仅仅是通过两三年的努力 在2017年拿到了清华大学的金融硕士学位 这一消息不仅震惊了体坛 也震惊了整个金融界 谁能想到完全不搭边的两个专业 竟然让郭月硬生生地凑在了一起 在国家队的时候 为了不让头发影响训练和比赛 他一直都是短发的形象 因此被人称为假小子 转战金融圈的郭月也是选择将头发留长 形象也从假小子变成了窑窕淑女 刘长发的郭月举手头足之间 揭示知情女人的魅力和气质 有网友见到郭月的现状 也是纷纷感叹到这哪还是一个假小子 那外表堪比是女明星了 而郭月也不再只是从事乒乓球行业 他开始游走在金融圈和综艺圈中 在节目上 郭月也是评级反差感 再次吸引了大批的粉丝 尽管郭月如今已经名利双收 但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过 自己曾是国家队的一员 他对乒乓球的热情也并没有消失 他还是会在闲暇的时光里 关注乒乓球事业的发展 并且经常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自己的运动视频 在亚运会的时候也会为国拼加油 不管是乒乓球世界冠军 还是金融、公益领域 他依旧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做贡献 曾经那个任性的郭月已然不复存在 他终是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开除郭月的失之后 据悉他曾抛弃了自己的原配 带着手下的徒弟移民到了国外 并且娶了一个小自己二十多岁的徒弟 退役后 郭月的生活一下子安静下来 没有了往日训练和比赛的喧嚣 巨大的空虚感在他退役后迅速袭来 令他感到无比失落 他曾经习惯于在赛场上奋斗 突然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和方向 使得他内心充满了迷茫和焦躁 在那段日子里 郭月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为 借那颗因退役而失落的心 他开始学习烹饪 弹钢琴和练习书法 渴望在这些全新的领域中 寻觅到快乐和成就感 然而 这些尝试都只是昙花一现 无法真正抚平他内心的悲伤 直到有一天 我决心我要去读书 弥补曾经错过的那些时光 对于一个一生都将所有精力 投入训练的运动员而言 重返校园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更何况 郭月的目标是中国顶尖学府 清华大学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郭月重新捧起了课本 向清华大学金融财务MBA专业 发起挑战 然而 多年未曾涉足正规学习的他 很快发现自己在学习上 遇到了困难 金融学充满了专业术语和复杂理论 对于郭月而言 这些知识深奥难懂 为了跟上课程进度 他不得不花费 比常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郭月每天清晨 当别的同学还在梦乡时 便独自坐在图书馆 开启了一天的学习之旅 傍晚时分 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 回到宿舍后 还会继续挑灯夜战 郭月不仅努力学习 还积极向老师和同学们请教 努力弥补自己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 他谦虚好学的态度 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 郭月终于顺利获得了清华大学金融财务 NBA硕士学位 那一刻 他激动得泪流满面 多年的心情付出 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对于郭月而言 他在清华大学所获得的学习经历 不仅仅关乎知识的积累 更是一次深刻的心灵洗礼 在这里 他学会了如何专注的汲取知识 如何与他人和谐共处 以及如何正确对待挫折与困难 郭月在金融领域取得成功的同时 始终没有忘记回报社会 他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 运用自身的影响力 号召更多人关注弱势群体 他曾多次前往偏远山区支教 为孩子们捐赠学习用品和体育器材 激励他们勇敢地追寻梦想 他还积极参与关爱留守儿童的公益项目 为他们送去温暖或呵护 郭月认为 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不止限于取得卓越的成就 还体现在能够为社会做出多少贡献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温暖或美好 郭月积极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断拓展自己的人生边界 他热爱旅行 游历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 领略了各地独特的文化风情 此外 他还喜欢挑战自我 参与马拉松比赛 学习潜水和练习瑜伽 不断突破个人极限 郭月在社交媒体上 积极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人生哲理 并与粉丝们进行互动交流 他真实、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正在影响和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 如今的郭月 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赛场上 威风凛凛的乒乓假小子 他已经不再青涩 变得更加自信、成熟和优雅 他用自身的实际经历向我们证明 人生之路并无固定模式 唯有敢于探索、敢于突破 才能活出一段美妙的人生旅程 从被誉为乒乓天才少女 到成为金融行业的精英 从被人称为假小子 到蜕变为优雅的女性 郭月的蜕变之路充满了励志的色彩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 即便在生活中遇到挫折和困难 我们也应该始终保持乐观进取的心态 满怀激情的追逐梦想 不断超越自我 这样才能够解锁生命的无限潜能 不管两人之前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想必如今也已经释然了 感谢观看